全国都很瞩目的纽约州的诉川普案呢 到周三为止基本上是尘埃落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检方所有的牌都出境了 那么这样的审判就是前面是检方提所有的证人 那么接着是辩方提他们的证人 也包括互相之间可以交相结问 但不管怎么说检方的牌都出境之后 我们就知道90%的结果在那了 那么这个90%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是今天方伟要给您带来的话题 好 欢迎收看方伟时间 我是方伟 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请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好不好 这个点赞订阅哈 那么干净世界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那么帮助这个节目传播到更多的人 好吧 今天这个节目很短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案子既然省到今天 最好是有一个简短的总结 让大家都明白 因为前来后来去的哈 确实很多很多的细节 好 我做一个概括的一个说明好了 那么省到现在呢 差不多是将近20天 所以我刚才说了哈 是检方提证人 检方出牌 那么在星期三也就是昨天 法官就问说 你还有证人吗 那他说 哦 没了 我们收了 我要wrapping up 那任何懂法律的观察这件事情的法律专家 都会说 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这就没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今天最后的一个证人呢 就是Michael Cohen啊 川普以前的叫做私人律师 检方的明星证人 这明星证人到底告诉了法庭什么呢 好 我们说一下哈 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 风暴女呢 在2016年的10月份 就大选前哈 2016年大选前一个月 跟这个花边新闻报叫 National Enquirer 说呢 哎 他在2006年和川普有染 并且呢 可以把这个故事卖给这个花边小报 这个该报的老板呢 是川普的朋友 就找了川普当时他的私人律师 就是Michael Cohen啊 我把叫柯恩好了 柯恩呢就去找风暴女的律师谈判啊 来回来去谈下来之后呢 谈出一个价钱 那么川普付13万美元 那么就可以不登报 这个故事就不登了 那然后谈好之后呢 柯恩当然去找川普公司的财务长啊 请他出钱 可财务长绝对不靠谱啊 这哪来的啊 不愿意出 不愿意出呢 柯恩呢就用自己 自己住房的信用账号 这个英文叫做 他的Residence的这个Credit Line 就是把房子抵押在那儿 银行给你一笔钱 想用就可以用 随时可以借的意思 从里头借了13万块钱 那么拿给了风暴女 他还为这件事情 专门去开了一个公司绕道走 同时这样可以瞒住他的岛 他的太太 他说我老婆怎么会让我干这样的事 对吧 就是专门去做了这么个事情 完了之后呢 再去拼命地说服川普的财务长啊 此事多么的严重啊 下个月就要选举了 现在不摆平的话 这个老板会选不上总统来 等等之类的啊 那财务长最终就说那好吧 那么然后呢 柯恩再跟川普见面 就跟川普就当面讲 自己如何如何摆平了这件事情 川普就说好吧 Good good 川普说了两个Good good 好吧好吧 好吧 在这个过程中哈 这个柯恩就把整个的录音 用一个iPhone把它录下来 那么前几天在法庭上就把它放出来 在纽约哈 还有在美国38个州 它叫做one party 这个叫做consent 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对话 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录音 不需要两个人都同意哈 在美国另外12个州呢 就不行的 双方都同意 否则你录了也不能上庭 那纽约是单方同意就可以 好吧那谁都觉得 哇这当时他跟川普这个对话呀 那拿出来的这个录音 那肯定是有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这个内幕情况披露 结果审美没说 川普就说Good good 就是基本上知道这个事了 好那之后呢 财务长就答应不仅报销原款 再多给他些钱 让他付税哈 同时再给他 应该是给一些奖励吧 那总而言之 最后就给了他42万块钱 好那么这个钱呢 当然是给这个律师科恩的嘛 所以呢 财务长就在账本子上就记的 就是叫做法律费用的legal fee 在支票上写的也是legal fee 那么这重复34次 就成了34桩罪了 那么以上这个过程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 这件事情叫做付款就不开口 付款就封口的这个事情呢 是风暴女提出来的 然后科恩自己安排的 前后都是他弄的 这件事情呢 多么多么的紧急也是他说的 川普听过之后只是说 好吧好吧 川普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承认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在美国啊 名人碰见有人告他丑闻 这件事情是常见的 因为名人就是 叫做什么 口袋深嘛 有钱嘛 所以谁都 就是经常会碰到被人咬 有的时候是咬得合理 有的时候就是为咬而咬 那名人碰见这件事情呢 与其跟你争个是非取值 常常就是花钱摆平 你就走吧 别闹了 所以这在美国是个常态 是个家常便饭 这个不是犯罪 包括川普 以前跟大家讲了 川普跟风暴女 假如即使有染的话呢 两个成人之间互相的决定 那么是道德问题 也不是犯罪 而科恩呢 从川普拿到的钱 那是川普公司的钱 不是川普竞选木来的钱 所以跟选举呢 也完全扯不上关系 第三点呢 检方呢 本来是想用一个虚假记账 就是你把他明明 这个是风暴女的 你写成一个法律记录 以这个事情先定川普一个轻罪 叫做Mr. Mina 再在审判中呢 再扯出一桩重罪 这样就可以把川普关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检方最后的明星证人全完了 往下看看 检方手里一张牌都没了 没牌啊 所以他前后的 叫做什么呢 他调的证人 包括说那个小报的老板 包括川普的秘书 包括这个叫做风暴女的老板 风暴女不是老板 风暴女的律师 再包括风暴女本人 再包括科恩这样子 全部走完之后呢 说的全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 所以呢 都已经审完了等于是 这桩重罪到现在也没找到是什么 也没说明是什么 那不仅如此呢 给这个律师科恩的钱 如果不交法律费用 那还能叫什么呢 他不就是他的律师吗 把钱给他写个legal fee 所以呢这个虚假记账呢 这桩轻罪啊 在很多法律专家那里也不成立 也就是说呢 审了三个半星期 既找不到川普犯了什么重罪 连最初的轻罪也弄没了 所以大家要问检方这花20天 把一个前总统 现总统的竞选人 那么弄到法庭里头待20天 你在折腾什么事 什么牌都没有啊 OK 那么这桩诉穿案 下面要怎么发展呢 首先呢 川普的律师一定会提出一个动议 叫做Motion to Direct Judge 什么意思 就是法官阁下 咱们就别麻烦这陪审团了 他们老百姓搞不清这个轻罪重罪啊 这个有罪没罪这些事儿 你就根据目前案子的情况 直接判好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啊 任何懂法律的法官都知道 案件审到今天 既然没有罪证 川普就一定得判免罪 如果法官接受这项动议的话呢 那很快辞案结束 川普无罪 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动议 还是要硬要把这个案子的审判权 塞给那个陪审团的这12个人的话呢 那就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这个法官 治治法律常识于不顾 也就是他肚子里呀 他肚子里心知肚明 这是没案子的 但是还要把它塞给陪审团 因为陪审团不那么懂这些法律啊 轻罪重罪如何如何 陪审团就是一个印象分 所以呢 靠他们的印象分来判 如果这12个陪审员 这12个纽约人都是有证据 没证据都要反川的人士 那川普就可能被 还是会被判罪啊 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 那是很极端的 如果真发生那个情况的话呢 川普的上诉可以说一定会赢 为什么 最起码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这个审判的过程中 有很不公正和很不专业的地方 比如说风暴女在作证的时候 他描绘2006年 他跟川普有染的这个细节 跟这个起诉的案子 跟这个叫做法律费用 是否扯到一个重罪 毫无关系 法官却放任他讲 从他最开始 怎么从事这个色情业开始 一直讲一直讲 讲的都是不相干的事情 都用这些很不好的细节 大家知道 那个很煽情的细节 在影响影响观众 或者说在影响陪审团 OK 还有呢 就是这个案子 审了20天 指控不清 罪名不明 还继续审 这都是让审判可以不成立的原因 所以到了高级法院呢 那几乎一定会把它废掉 所以呢 可以说吧 川普最终会没事 只是中间会有 关不关间的若干的折腾 如果被判罪的话 好吧 20天下来呢 纽约宿川案呢 现在看起来呢 真的就是一场闹剧 其实出很多人的意外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Evan Bragg 起码总得有点东西嘛 结果从头到昨天 所有的牌都出境 全是小三小四 没有大王小王 所以呢 从一开始的 从轻罪扯出重罪的目的 到今天轻罪都给弄没了 所以这就是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才说 90%已经尘埃落定 最后就是谁判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想也让美国人民看清了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麻烦走之前留个言好不好 好吧 那今天就是短短的一个节目呢 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好看下面几天会发生什么 总而言之吧 我觉得很快就会 这个案子就会结束 那与此同时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哈 另外两个案子 在J6的案子 和海活庄园的机密文件 带回家的案子呢 这两个案子 都在最高法院 总统是否能够豁免 这个案子在6月中旬会删 所以那两个案子 现在是停着的 还剩一个是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的那个案子 这个告川普的这个菲尼什么 算了我都忘了 告川普的检察官自己现在一身麻烦 人家现在还在追他呢 所以那个案子也是停摆 所以基本上呢 这四件刑事案呢 现在都处于一个 弄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一个状态中 好吧 你怎么看呢 走之前记得留言哈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就是短短一个节目哈 那我们星期四晚上再见 拜拜